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亲自给杨倩颁发证书 和黄子涛站在一起 太冷鼻子冻得通红 最近一段时间王一博总是给我们惊喜 而且很多行程都是提前没有官宣过的 比如说昨天晚上他参加了顶尖舞者之夜 并且还在台上领奖 当时直播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感觉错过了好多好多呀 最近一段时间娱乐圈还是比较忙碌的 而且还有校战参加的如梦之梦 他们总是在悄无声息地带给大家惊喜 而就在今天网上又公布了一则视频 是王一博亲自给杨倩颁发冰雪推广大使证书的画面 这一活动提前没有任何的官宣哦 突如其来的好消息也让粉丝有点应接不暇 说起杨倩 很多人都是非常熟悉的 她是奥运冠军 当时的日本参加奥运比赛的时候 她也取得了首枚金牌 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她还是清华的学生哦 如此高学历 高颜值高天赋的女孩子 真是世间罕见呀 这一次在现场王一博亲自给她颁发证书的时候 很多人都投来了羡慕的眼光 只有优秀的人才能和优秀的人并肩前行啊 这一次参加冰雪推广活动的时候 还有黄子涛来到了现场 这是王一博第一次和黄子涛达到了两个人并肩站在一起 虽然没有任何的交流 但是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好朋友了 在现场王一博穿了一件黑色的运动服 不过因为场内太冷 她的鼻子冻得通红通红的 画面有一些可爱和搞笑哦 很多镜头全部都是对脸拍摄的 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她的五官 王一博作为冬奥文化推广使者 这一次来到现场助力冬奥看得出来 她还是有一些紧张和激动的 在场内活动结束之后 他们都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来 到了场外她也非常配合 工作人员拍照 站在她身边的也是一位女性工作者 他们在开心的交流 王一博也展现了自己彬彬有礼的一面 当她在听对方说话的时候 都是微微弯腰的 虽然一个小小的细节 但也能够看出她是一位很细心的男孩子 希望王一博以后能够带给大家 更多优秀的作品哦 也希望以后能够多多看她的最新动态 据说今天晚上她还有一场直播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